老師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法國文藝復興 主要是17世紀時期的一些劇團以及劇場 然後我是105集 38號柯玉德 然後我先要介紹一下 當時就是一個劇團的一個制度 當時的劇團它主要是由一些演員 一些演員他們集合在一起 然後就所成立的一個團體 然後在劇團中他們會由演員一起投票來決定一些事務 比如說他們要什麼時候要演什麼戲 然後他們就會由他們這個劇團裡面那些演員 來投票決定我們要演哪一個劇本 對 像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錢是所有演員一起共同出資的 然後所以說在他們演出一齣戲他們賺了錢之後 他們所賺到的錢也是用當初他們簽合約的時候 所分配的一個方式 然後把錢就照著合約的內容去分給大家 然後他們在合約裡面也會規定 比如說今天這個演員他進來他在簽合約的時候 他在這個劇團裡面他就固定他就是演女主角 或是演男主角或是演醜角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所以說就是他們的演員 對 會照著他們當初合約簽訂的內容 來決定拿到劇本之後 他們會演這個劇本中的什麼樣的角色 對 這是當時劇團的一個制度 然後我接下來要介紹的 這個這四組是四個在當時十七世紀巴黎 那個比較巴黎的一些劇 巴黎的四個劇場 以及長期在這四個劇場著演的四個劇團 對 然後我接下來要從第一個開始講 然後首先我要介紹的是那個布爾剛劇場 布爾剛劇場他也有時候他也會被稱為伯更帝劇場 因為他是建築在伯更帝公爵在巴黎的伯更帝親王 在巴黎的那個府邸的舊址上 所以他也被稱為伯更帝劇場 然後他在1548年的時候 由耶穌受難兄弟會劇團所建 好 我這邊我就順便介紹一下耶穌受難兄弟會劇團 耶穌受難兄弟會劇團是成立於1402年 在中世紀的時候 然後他在當時得到了法國國王的許可 獲得了在巴黎市區唯一的演出戲劇的一個許可權 這也造成了後來所有來到巴黎巡演的劇團 都必須租用他們的場地 然後繳費給這個劇團才能夠在巴黎市區演戲 然後在1548年的時候 耶穌受難兄弟會他們離開了他們原本的劇場 然後搬到了那個布爾剛劇場 就在那個地方建立了這個新的布爾剛劇場 然後因為這個劇團呢 他們原本他們主要都是在演出宗教劇以及道德劇 但是在他們這個劇場建成了不久以後 法國國王就是因為受到那些宗教教派的壓力 所以他頒布了在巴黎市內禁止上演宗教劇以及道德劇的規定 然後因為這個劇團他們就只會演宗教劇跟道德劇 他們只有在這方面發發那個就是表現得比較出色 所以後來呢他們就他們就在他們就自己這個劇團他們也不再演戲 他們就把這個劇場租給那些來巴黎巡迴演出的劇團做演出 然後這個劇場後來在17世紀 在17世紀從17世紀開始到17世紀末期 他們長期租用了租用給那個Commodias da Royal 也就是翻成中文的話 他的大意大約是國王劇團做演出 然後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國王劇團 國王劇團由Valerian Laconte所組建 大約在17世紀的初期 他主要合作 當時主要合作的劇作家是Alexander Hardy 然後著名的演員就這邊 前面這三位是當時這個劇團在16世紀初期非常有名的三個仇角 然後這個劇團當時 這劇團也因為這三個仇角 所以他們的鬧劇非常的出名 對 然後後面兩位是後面是另外再接續這三位之後 另外兩位這個劇團比較有著名的演員 然後這個劇團呢在1680年的時候 與蓋內果劇團 蓋內果劇團合併成那個法蘭西劇團 然後後來就才到1680年才離開了布爾剛劇場這個地方 然後另外那兩個劇團我後面會介紹 對 然後這張圖片是當時Common Dias da Royale 也就是國王劇團在布爾剛劇場演出鬧劇的一個情景 對 然後你看他們的當時他們的 因為他們是演出鬧劇為主 所以他們的角色就是以當時 那個欸就是一個喜劇演員一個比較那個 就是他們有承襲一脈的那個就是固定的裝扮 就是喜劇演員的裝扮 對 好然後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劇場就是馬雷劇場 馬雷劇場建於1634年 由Montadori的劇團長期做租用 所以說Montadori他所帶領的劇團 也被人們稱為馬雷劇團 對 然後這個劇場呢他在 他在他當初建造的時候 然後他是由一個網球場所改建 因為當時的網球場他是成一個橢圓形的方式 然後就橢圓形中間的地方是打網球的地方 旁邊四周高寫的地方就是他們的觀眾席 然後他們劇場進去改建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把觀眾席大約切一半 然後就一半的地方就變成舞台 然後另外上半部 上半部那個圓虎觀眾席的地方 就還是觀眾席 然後中間的地方就是 Juid of the Pit的部分 對 然後有關這個劇場的形式 就是前面一組義大利的時候有介紹過大概的形式 對 然後這個劇場呢 在1644年1月燒毀 然後在同年的10月又馬上就重建完成 然後在1673年的時候 這個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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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被法國國王下令 跟莫里埃的劇團做合併 所以他們就離開了這個馬雷劇場 對 然後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就是馬雷劇團 這個劇團由 當時一個 一個演員 Montadori所組建 他主要的合作 合作的劇作家 就是前面同學有介紹到的那個 Kone 高乃伊 他在1637年的時候 在馬雷劇場首演那個 高乃伊的名作就是 希德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然後Montadori Montadori這位演員 他在The Seed中就是主演那個 Rorrigus主角的角色 對 然後 在這個劇團呢 在1673年 就與那個 莫里埃的劇團合併 就離開了馬雷劇場 然後對於這個劇團的部分 就大概到這邊做結束 對 然後這個是 當時那個 馬雷劇團在 馬雷劇場 那個上演 很喜得的一個 很喜得的一個 一個畫 那我繼續往下 然後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那個 Theatre de Palace Royal 就是翻成中文大概就叫 黃家劇場 那黃家劇場原本是由 當時 那個主角 他就過世了 對 然後他就 在過世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劇場的管理權 交給了那個 交給了法國的王室來管理 法國的王室 接收了這個劇場之後 就把他改名叫做 The Palace Royal 也就是黃家劇場 然後這個劇場呢 在1661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 當時的國王 路易十四 他非常的喜愛莫里埃的喜 他喜愛莫里埃的喜 非常喜愛莫里埃的喜劇 所以他就把這個劇場 經過重新的翻修之後 交給了那個莫里埃的劇團 在這個地方做公演 對 然後直到1673年 因為莫里埃逝世了 所以這個劇團 莫里埃的劇團 也就離開了這個劇場 對 然後我接下來要介紹 那個莫里埃的劇團 莫里埃的劇團 在1643年的時候 由莫里埃他本 他本人所建立 然後因為當時 當時他還很年輕 才二十幾歲 莫里埃當時還很年輕 才二十幾歲 然後但是 他當時所組建的那個劇團呢 在巴黎演出的情況 並沒有受到成功 賣票賣得不好 劇團沒有賺錢 然後莫里埃也因此 就欠了 欠了那個服裝商啦 之類的人一些 蠻多錢 然後他也因此 被那些人告 然後就被關進了監獄 裡面關了兩年 然後他後來呢 他就離開了 後來 因為他的劇團 在巴黎演出失敗 所以他就暫時 離開了巴黎 到法國 巴黎以外的其他城市 做演出 然後直到 直到大約 1650年末期的時候 他的劇團 回到了 因為一次 因緣際會 又回到了巴黎做演出 然後這次他的演出呢 因為 因為一些關係 他得到了在 路易十四面前 演出的機會 然後路易十四 看了他演的喜劇之後 非常的喜歡 於是他就在1661年 把剛剛前面提到的 皇家劇場 交給莫里埃的劇團 做演出 直到1673年 因為莫里埃逝世 然後路易十四就下令 將莫里埃的劇團 以前面有提到的 馬雷劇團做合併 然後這是那個 那個 當時 當時莫里埃的劇團 在那個 巴黎以外的劇團 演出那個 剛剛前面同學有提到的 那個 Turtuff的部分 的一個畫 Turtuff的一個畫 Turtuff的一個畫 對不起 然後我介紹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蓋內果劇場 蓋內果劇場 建於1673年 也就是在莫里埃逝世以後 然後他是有 在1673年 這個劇場 就是專門要蓋給 蓋內果劇團 這個劇團做演出用的 蓋內果劇團 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莫里埃劇團 以及馬雷劇團 在莫里埃死後 合併而成的劇團 對 然後 這個劇團 就進駐了 這個劇場做演出 然後 直到1680年 1680年 蓋內果劇團 以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那個 國王劇團 兩個劇團 又在 路易十四的下令下 又合併成同一個劇團之後 變成了 法蘭西劇團 法蘭西劇團 在1680年 進駐這個劇場做演出 對 然後 對 就是 我剛剛 就是在 蓋內果劇場所主要演出的一個 蓋內果劇團的一些 簡單的介紹 他這個劇團呢 他當時是由 莫里埃的劇團 以馬雷劇團 兩個劇團合併 但是他合併以後 他主要還是演出以 莫里埃的劇 他這個劇團主要是演出 莫里埃的劇本為主 然後 他在1680年的時候 在 路易十四下令下 與國王劇團合併成法蘭西劇團 對 然後 我的報告就到這邊結束 這邊是我的參考資料 謝謝 好 我們看一下法國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以 Francis 這個國王呢 那麼他的這個 等於是在位的這個期間 然後 當做一個分水嶺 那麼在法國來講的話 他的所謂的文藝復興 其實很多呢 就是 怎麼樣去把 義大利 他們文藝復興的狀況 然後 把他等於是 把他帶回來 到他法國自己的 這個境內 OK 那麼法國其實呢 那在15世紀 這一段期間呢 其實他們跟 義大利的這個 來往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有很多的來往呢 就是打仗 OK 他們甚至也曾經佔領過 就是這個 義大利他們的這個 土地 OK 好 那麼 在這一段時間呢 就是 當這個 法蘭西斯一世呢 那麼他看到了 法國文藝復興的 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他很嚮往 他也很希望他自己的法國 好 尤其他的義文 水準能夠 提升到這個程度 所以呢 他就非常積極的 好 就是邀請 義文界的人士 好 然後能夠到法國來 然後甚至呢 派人非常刻意的 在 義大利 好 然後大街小巷 到處去找 有沒有什麼畫 好 可以買下來 帶回到法國 或是有沒有什麼樣的 這一個 這個 劇作 這些東西 還有書籍 他可以把他給帶回法國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 法蘭西斯一世的時候呢 他1546年的時候呢 他甚至把建築 先把他帶回法國去 那當然不是真的把那個 義大利的哪一個什麼 呃 房子給拆了給搬回來 當然不是這麼做法 OK 所以他把這個 義大利的這個建築師呢 他把他請回來 做什麼呢 幫他修建羅浮宮 好 那麼羅浮宮 其實他本來就是有一個 中世紀的一個碉堡的原型在那裡 他就是等於是修 整修跟加蓋 所以其實這種事情呢 其實在歐洲是非常常見的 其實不只是王宮 比如說像是教堂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那個 歷史非常悠久的教堂 他早期的時候 他其實是羅馬市 然後羅馬市過了之後 也許他這個教堂 欸生意不錯 然後這個香火很盛 所以他就必須要再蓋大一點 可是呢 他已經進入到下面一個時期 所以他後面加蓋的 會變成是哥德時期 那如果他一直進入到文藝復興 生意還沒有減退的話 香火還是很多的話 就繼續在加蓋 然後你就看到不同的時期 不同時期的建築 他會顯現出他不同時期 建築上面的這個特色 OK 所以呢 他找拉斯科來幫他 就是蓋建的羅浮宮的這個部分 那就是用文藝復興的這個 這一個特色來蓋 那文藝復興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就是對稱 他就是非常工整的對稱 所以你只要看到房子裡 大概有一個假想中線在這邊 左邊是什麼 右邊的話 他就會對稱的出現 OK 好 那麼 除了羅浮宮的這個整修之外呢 還有就是加蓋的部分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呢 更大的工程就是豐丹白露宮 OK 好 那也是為什麼就是早期 好 早期法國文藝復興呢 那麼有一個豐丹白露 好 這個學會 就是這個原因 OK 其實豐丹白露宮 他最主要 他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一個代表 OK 好 那我們看在法國的劇場來講 好 法國的劇場在當時比起義大利呢 當然就算是落後很多 而且非常的中世紀 那麼基本上來講呢 如果是專業的演出的話 就是鬧劇 要不然就是募捐劇這種東西 好 就是比較不需要 真的花很大的這個力氣呢 去處理的這個表演 OK 好 那麼另外呢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聯歡劇宗教劇的部分 OK 好 那麼 聯歡劇呢 或者是宗教劇在1548年的時候 就被禁止了 好 那麼禁止的原因呢 其實大概都整個歐洲就是 其實都差不多這個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陸陸續續禁止 宗教劇的演出 那麼最主要呢 其實不只是新教派的這個質疑 其實舊教派也發覺有一些問題 好 那麼舊教派呢 他們自己呢 也覺得應該禁止的這個 其中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這個很多的這個 幻場景時候的這個木堅的這個表演 或是鬧劇也好 或是我們所謂的這個木堅劇也好 那麼常常這個是沒有辦法 事先審核內容的 好 也有會遇到就是那個小鬼玩太開心的 然後就玩出不太啞的事情來 好 那像這個你都不可能事先去 呃 審核或者是說禁止的 好 所以那乾脆呢 就不要 讓他們再繼續演出 好 那我們看一下法蘭西斯儀式開始呢 他大量的邀請 意大利的這些 呃 學者也好 藝術家也好 然後到了這個法國 那麼其中一個呢 就是赫赫有名的達蘭西 那當然這個時候達蘭西的年紀已經很大了 他並沒有新的畫作 但是 他當時 就是他晚年所有的畫作 他都跟著他一起移民到法國 所以最後他是死在法國 也是葬在法國 那麼那個時候呢 他隨行的其中一件非常著名的畫作 就是你們所看到 莫娜麗莎的微笑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一幅畫作 在達蘭西時候 他就捐給了法國 OK 那他現在呢 就是在羅浮宮 那我們看一下法蘭西斯儀式 我們剛剛已經稍微有提到了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所謂的法國文藝復興呢 因為呢 他不像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 他是一個小的地方 然後慢慢慢慢的萌芽 他是一個非常刻意的學習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講 我們可以 就是說 欸就是從法蘭西斯儀式的時候 他即位為王 這一段時間開始 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法國的這個文藝復興 好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 他非常刻意的 派人到意大利呢 就不管是去找古書 典籍 名畫 還有就是他的學者專家 他都盡可能把他呢 移到法國來 OK 好 那麼當然呢 這些東西移到法國來了之後呢 他必須要有地方放 所以很多呢 這些東西呢 移到法國來之後 他就是放在他的羅浮宮裡面 OK 所以也就是很多到現在他還在羅浮宮 那麼他所收集來了 除了名畫之外 還有許多的書本 典籍這些東西 他也放在羅浮宮的圖書館 OK 那麼 等到他的圖書館呢 到了1537年的時候 他覺得呢 光是他自己有水準不夠 應該要全法國都要有水準 所以怎麼辦呢 怎麼加速這一個 所謂文藝復興的運動 他收集來的這些長書 他就對外 也就是說學者專家可以借他皇家的 這一個館長 所以就可以促進他的流通 那另外還加上了一條規定 只要是法國境內出版的書記 一定就是你只要出版一本書 你就一定要有一本書 要有一份送到他的這個圖書館來 那麼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國家圖書館建立這個制度的開始 OK 好 那我們看到這是他的圖書館 好 然後這個是他的封擔半路公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樣 就是那種對稱式的那種建築 而且是非常工整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所謂文藝復興在法國呢 這個影響力是從宮廷開始 好 所以我們看到1493年的時候 在法國的里昂 然後出現了Terence 他的這個劇本 就是在那邊呢 開始發行贊售 那麼這個速度的加快呢 是在亨利二世的時候 亨利二世其實他有他自己喜歡 然後心儀的貴族的女性 可是呢 他老爸不要他娶 叫他娶 凱撒林 梅迪西 因為呢 他自己喜歡的那個女孩子 對文夫妻沒有幫助 凱撒林 梅迪西比較有幫助 OK 所以他就娶了這個 那個弗洛倫斯家族的這個梅迪西 那麼雖然他們彼此其實都不喜歡對方 可是還是生了三個兒子 一個女兒 好 這個是當這個皇室的義務 OK 好 那麼到了1549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貴族裡面呢 Dubelli這個就叫他出版的一本書 就是要提升跟護衛法國 以法國為語文寫作語文 就是所謂法國文學的這一部書籍 那麼他鼓勵法國人呢 開始就是創作自己的這個劇本也好 小說也好 就是他們的這個文章 但是呢 使用法國就是他們自己法語呢 創作的時候不要再寫 就是過去中世紀 就是不入流的東西 那我們以劇場來講的話 所謂不入流的東西 就像過去的木堅劇 像過去的這個鬧劇 或者是呢 連環劇 他們希望能夠提升 能夠寫出喜劇悲劇 這種正式的這個劇種 OK 好 那麼1550年的時候呢 七星師社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潮流而存在 那麼他們非常刻意的 就是依照在當時認為文藝復興 這一個條件之下 什麼樣是好的文學作品 然後去寫作 好 所以Judel呢 他的這個寫作的這個 算是他的悲劇的這個成名作呢 就是Cleopatra Captive 就是埃及艷后 OK 那麼他的這個喜劇呢 就是Eugene這個作品 好 這些作品誰還在看呢 呃 除非你已經都念到PhD 然後你是念法國文學 然後你就是寫這幾個作家 要不然不會有人去看 對 因為實在超級無聊 那當時因為沒有別的東西都 呃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看 所以他們就很棒 那現在有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就是他們其實也都沒有辦法真正列入經典 他們的歷史的重要性其實是比他們的文學的價值 或者是表演上面的價值還要來的高很多 OK 好 那麼我們到了16世紀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呃 所謂 對於我們的古希臘或是古羅馬作品的翻譯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改編 這個風起還是繼續存在的 OK 那麼即使有所謂的創作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開始鼓勵用法文來創作了 但是即使是創作的東西 有很多 還是 研習著我們所謂意大利 Commedia Irrutita Irrutita還記得是哪一種類型的嗎 對 學術上面 因為這些也都是學術界的人士 OK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新古典主義提出了之後 好 新古典主義提出了之後 其實新古典主義在不同的地區 它其實有不同的這個重點 好 雖然都講求三義律 雖然都講求五目劇 雖然都講求 好 就是說這個 呃 它的喜劇悲劇 好 分為或者是說要講求笑真 但是它還是有不同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這個重點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麼在新古典主義提出來了之後 1572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Tally呢 他就是強調這個重點要擺在遵守三義律上面 但是呢 當這個法國的劇作家 開始寫這個遵守三義律的時候 他們就是發覺就是 你今天如果不是學者 你在替專業劇場寫劇本很抱歉喔 你的觀眾才管你什麼三義律 他不喜歡看他就不喜歡看 然後三義律基本上 當然它是很大的一個限制 所以呢 對於專業劇場的這個劇作家來講 誰理你 我票房是最重要的 OK 好 那麼至於呢 劇場的我們就是這個 布景的設計上面 我們知道在義大利 重文藝復興時期呢 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用透視法 做景深式布景的這個設計 好 那麼這樣子的東西 當然隨著法國跟義大利的這個 相處跟往來也會傳到這個法國 所以1548年的時候 我們舉這個例子來看 就是可以知道呢 這個時候Bibiana 他為La Calendria 這個這齣戲呢 所做的設計 你就可以看出來了 但是呢 這是少數的情況 因為在法國 基本上大家呢 即使是文藝復興時期的 這個早期的階段 大家還是比較喜歡所謂 Dispersed Deco Dispersed Deco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中世紀的時候 景屋的那種搭建方式 所以他需要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不同的景屋 然後去呃 代表他一個故事 或者是一出擦斷他發生的這個地點 好 所以他們還是習慣中世紀的這種方式 所以即使包括皇后喜劇這一齣戲 他在Petit Bourbon Petit Bourbon就是在羅浮宮 他原本有一個小的劇場 後來呢就拆掉了 因為變成文字館 好 那麼在這個地方演出也就是這一張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三個景 他代表的是三個不同的地點 這個做法呢 其實是跟連換劇的做法很像 就像三個插段 他發生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他三個不同的景 OK 所以呢 你是哪一個插段 發生在什麼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演出 同樣的道理 OK 那麼這一個故事取材是來自於Ulysses 那麼他就是特洛伊戰爭之後 然後被Sers這個女巫呢 就看上了Sers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蓮花餐 所以他在這個島上 然後就是那種 通常就是那種 可能遇到暴風雨啊或什麼啊 然後迷路的這個水手 到他的這個島上來 他肚子很餓啊 然後有人奉送蓮花餐 當然就吃得很開心啊 吃了之後是不會怎樣 只是變成豬啊 馬啊 狗啊 牛啊 就是看你生前 就是也不是生前 就是說你原本是人型的時候 你是什麼特性啊 如果你特別愛吃 你可能吃蓮花餐 你就變成豬 那如果你脾氣特別暴躁的話 吃蓮花餐你會變成獅子老虎 就像這樣子 那當然Ulysses他的這個部下也是一樣 就都變成動物 變成動物的話他就不能回家 因為他的船沒有人划船 他一個人划不動 所以他就只好去威脅Sers 就是讓他的這些手上又變回人型 他才能夠拒絕他的旅程 所以主戲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是Saturn 半人半羊他們的動 他們追住的地方 OK 好 我們再看下面 好 那麼 凱撒尼梅迪西嫁給亨利二世之後 我們剛才有講過 雖然亨利二世並不喜歡他 凱撒尼梅迪西呢 他一直到亨利二世掛掉為止 他還一直要忍受 亨利二世的情婦就住在他家 一直忍受他老公死掉 才處理掉他那個情婦 那不過呢 他們還是生了 就是三個兒子 那麼通過這三個兒子前後繼位呢 其實在這一段期間 法國的政治 真正的國王真正實際上 操弄這整個政治的力量 其實是凱撒尼梅迪西 OK 那麼他第一個兒子繼位之後 是法蘭西斯二世 好 那麼這個人呢 同時也就是娶了 蘇格蘭瑪麗皇后的人 OK 然後他的第二個兒子是 查爾斯九世 然後第三個呢 是亨利三世 那他的兒子為什麼一個一個呢 都英年早逝呢 都是被暗殺掉的 比如說他大兒子 他大兒子很喜歡看書 所以人家就送他一本書 然後他那個以前看書 覺得書很寶貝啊 很貴 所以都有時候會沾黏啊 然後不敢硬拉 不像你們那個 那麼這麼的 還在上面拿highlighter 還沒畫來畫去 以前寶貝的鑰匙 所以都會先填著大名字 然後再翻書 結果人家就在他書上面下毒 所以他一填一翻一翻 一翻就掛了 好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也不要太愛說啊 好 然後我們再接著看一下 他們的取材的方面 好 那麼我們剛才已經有講到 要提升法國的這個 藝文作品 所以要去哪裡取材呢 其實他們也有 一定的這個取材的方向 當然希臘羅馬的神話故事 再來一個就是歷史 聖經或者是聖人的 這個生平 就是我們所謂的聖人劇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 除了三一律之外 在法國 他其實有第四個 很重要 雖然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他的氛圍必須要一致 也就是喜劇悲劇的氛圍 他不能砸在同一個劇本裡面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幾個都是 呃 王后喜劇的裡面的這個設計圖 他的那個 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宮廷芭蕾的部分 好 法國的宮廷芭蕾 基本上來講呢 他是一個外來文化開始的 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凱撒林梅迪西 他駕到法國的之後 那凱撒林梅迪西 我們知道像佛羅恩斯的梅迪西家族 基本上他們就是很喜歡 這些藝文的活動 他們就是很鼓勵 鼓勵畫家做畫 鼓勵去作家創作 鼓勵作家去寫作 OK 那麼梅迪西他 這個凱撒林梅迪西 他自己本人 他最喜歡的呢 是皇室 王室出巡的那種 呃 就是類似像花車遊行 現在的花車就是那種 皇室出巡遊行的這種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武道 其實巴雷這個字 是法文直接沿用 意大利文巴雷 他指的就是當時 意大利的武道文化 就是直接把它沿用過來 好 所以宮廷巴雷基本上來講 最早期他就是從意大利沿用過來的 那麼從早期的時候 當凱撒林梅迪西出巷的時候 他就是把他自己的舞蹈老師什麼 就是跟著帶過去當陪嫁 好 那麼這個地方我們今天講過 皇后洗巴雷的部分 這邊讓你知道是羅浮宮裡面的那個小劇場 叫Petit Bourbon 後來就拆掉了 好 那麼皇后洗巴雷這一齣戲呢 那他裡面 舞蹈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但是他並不只是舞蹈 其實他連是吟詩朗誦 音樂 還有整個的設計豪華的程度 都是在他的這個考量裡面 那這樣的東西呢 後來在法國成為自成一格的一種表演活動 就叫做宮廷巴雷 好 那麼這個是宮廷巴雷 宮廷巴雷很多其實他不只是表演者 而且常常表演者跟他的賓客 是很難劃分的 賓客有的時候他也會在中途當中受邀 成為表演者 你可以看到女性的服裝 當時的女性的服裝來講很厚很重 所以他的動作舞蹈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頭跟手 肩膀然後下面就大概動不了了 下面動的話鬧出人命都有可能 所以通常他的動作就是以白手白頭為主 男性反而他的動作比較多比較大 因為你可以看到服裝基本上來講 男性是比較可以活動的 但是不管他的動作再多再大 絕對比起現在的這個所謂的芭蕾舞道來講的話呢 當然沒有現在的要求這麼多 OK 那麼像這一類的表演 我們剛剛有講到 包括他的Decor是什麼 Decor就是他的設計 所以這個是冬天的時候 在浴花園的Carnival 嘉年華的這個活動 你可以看到 可以穿著這樣子在下雪的地方 他要燒多少柴火 所以你只要去過一次這個法國 你去過一次凡爾賽宮 你就瞭解為什麼後來會有革命 這不是沒有道理 你可以想想看宮廷是過這樣的生活 然後呢 老百姓有很多還餓死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宮家的這個劇場 那麼宮家的劇場 最主要我們要講到這個 confraternity 就是這個耶穌會 他們的就是這個兄弟會 他們的這個團體 他們本來的目的呢 只是在於就是每年 然後演出這個所謂的 連環劇 宗教劇 可是既然被禁止 禁止了以後呢 那怎麼辦 那他們原有的東西就等於是出租 然後收錢 收了錢之後 他們再繳回去教會 就是做一些慈善的這些事業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1548年的時候呢 那麼就在這種 就是需要表演場地的需求之下呢 那麼Burgen呢 就是這個劇場 就建立了 OK 好 那麼基本上來說 在巴黎的境內 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劇場 你可以擁有自己的劇團 然後在那邊做長期性的演出的 好 那麼在當時呢 真正一個固定的這樣子的一個場地 其實呢 也只有Burgen這個地方而已 好 所以差不多在16世紀的這一段時間呢 那如果是說劇團 他們演出到了巴黎的話 他們基本上就是跟 教會租用這個場地 然後當然就是繳租金就是了 好 那要知道就是 我們知道整個中世紀 其實不是沒有戲劇活動 不是沒有劇團 但是基本上他們都是家族性的 而且呢 他們都是巡迴的 好 好 就Saret 好 這一個劇團的團長 好 然後呢 他在這個地方演出 就是那種好色的這個學者 好 好 那我們看的是Burgen的 好 然後我們看到 就是內戰 好 好 那麼 在法國 到了16世紀 中的這個 中期左右的時候呢 那麼這一段時間呢 為什麼會這些 國王呢 就一個個被暗殺掉呢 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 最主要就是宗教 OK 那麼在法國境內呢 基本上法國他的政府 他們是屬於舊教派的 可是呢 他自己境內有很多呢 主張要革新 OK 那麼主張要革新的這一些 新教派的人呢 那麼他們很好玩的一點就是 他們有時候在這個自己的 國境裡面 法國國境裡面呢 然後主張一些非常激烈的言論 那我們都知道 主張激烈的言論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會被通緝 通緝了之後怎麼辦呢 他們就到Nava Nava呢 是在就是 法國的鄰國 OK 所以呢 Nava這個地方 就變成了法國的眼中釘 就等於我的通緝犯女 通通保護到那邊去了 OK 好 那為了要解決這一個問題 所以呢 那麼 法國 好 當然就是凱撒尼梅迪西 他自己主導 然後就說 好 我要把女兒嫁給這個 Nava的國王 等於當做聯姻 OK 那你該要來我家 他迎娶新娘子 OK 然後婚禮要在這邊舉行 所以當Nava離開他自己的國境了之後呢 當然他就等於沒有後援 OK 所以呢他差點死在那裡 那後來呢 是他的這個新婚的妻子 瑪格麗特呢 幫助他逃亡 瑪格麗特幫助他逃亡 倒不是因為他看上了這個王子 我們說過以前只看過相親話 他沒有愛上相親話 他看到本人也沒有愛上本人 他為什麼他痛恨他的哥哥 痛恨的真正原因 現在是歷史上的謎 但是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他其實被他三個哥哥 前前後後強姦過 OK 好 那麼瑪格麗特幫助了他的丈夫 逃亡了之後 他沒有逃走 他來不及 所以他就等於後半生 一直到他死亡 他就是 就是等於是坐牢 就是在法國宮廷裡面坐牢 雖然宮廷是滿漂亮的牢房啦 不過坐牢就是坐牢 OK 所以他基本上他跟Nava並沒有生下孩子 所以等到亨利三世他死了以後 Nava回來繼位 Nava回來繼位的時候 這個潘的親戚關係 是因為這場婚事 但是Nava他死了以後 繼位他的那個兒子 不是瑪格麗特的 因為他後來又再去 好 然後是梅底西家族的 OK 好那我們現在先回到這邊來 好那麼 亨利三世 跟Nava這邊 所以他把這個 Nava騙來之後沒騙成 然後回去了 好回去了之後 這個時候呢 當然瑪格麗特她一個人 要保住 Nava的國王的這條性命 其實也是很拼的 所以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幫助的力量 就是新教徒 所以新教徒那個時候呢 為了要保護 Nava的國王能夠平安的離開巴黎呢 然後就跟舊教派的勢力 也就等於是皇家的勢力 就槓上了 那麼這個就是歷史上很出名的 巴黎大屠殺 馬羅也曾經以這個事件 就是為題材寫了巴黎大屠殺 那麼他的更精確的地點呢 是在巴黎大屠殺這個地方 好那麼他的境內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當然很多的異文活動 基本上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時候就等於要停止了 要停擺了 好在打仗的時候 誰還有時間去看戲 誰還有心情去發展異文活動 OK 好所以呢 這個時候等於是他的異文活動 就是有一個停滯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看到在1595年的時候 這一段停滯的這一段時間呢 快要過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第一個新奇的是什麼呢 是所謂的Fair Theatre Fairground Theatre Fairground呢指的就是 通常就是市集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市集劇場的開始 那麼通常市集的一年有兩次 冬天的時候在St.German 那麼在夏天的時候是在St.Lorraine 就是不同的地方 OK 好那我們看到1597年的時候 那麼這個耶穌會呢 這個教會呢 他們原本管理劇場的這個勢力呢 就退出來 他們直接就交給法國的巴黎市政府 去處理了 好 那麼等於是說呢 允許就是劇場的營運 他能夠職業化 能夠專業化 那麼這個時候呢 那麼法國劇場的這個劇作家呢 最走紅的就是Alexander Hardy OK 好 Hardy剛開始的時候 他也很想 這是法國 這是巴黎大屠殺 OK 我們待會兒回到那一張 我們先看Hardy 好 Hardy剛開始的時候呢 他也很想這個振興一下法國的這個藝文活動 畢竟嘛 法國人嘛 可是呢後來他發覺呢 他振興法國的這個藝文活動 很努力的去寫悲劇 悲劇是我們知道在戲劇來講 他的是拍行是最高的 結果他一直賠錢 所以為了不要繼續賠錢 所以就寫悲喜劇跟田園劇 那我們知道田園劇其實在意大利 非常的流行 當然跟著文藝復興的風潮 傳到了法國 OK 好 那麼Hardy呢 他只要是要賣錢 他幾乎想得到能夠賣錢的事情 他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呢 心三色 絕對少不了 那麼裡面的情節有很多 謀殺強奸 甚至於還有要求演員要半裸的 像這樣的情況 所以當然是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是稱為呢 是在法國劇場界的第一位 就是職業演員 那麼他受到的影響呢 最深的就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 Lope他的這個作品 好那麼剛才同學已經有報告的部分 我們就很快的過去了 所以大家從1598年的時候開始呢 我們可以看到Hardy的作品呢 基本上他都是在國王 這個劇團呢 幫他演出的 那麼就是Laconte 他的這個劇場 OK 那麼那個時候的國王呢 就是亨利逝世 也就是Navar的那個國王回來 亨利30死了 就該他繼位 他剛好名字也叫亨利 所以說他繼位之後就是四次 OK 好那我先稍微回到剛才的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市集劇場的狀況 好 所以你可以看他市集劇場 他就是琳達的舞台 然後觀眾 他基本上沒有所謂的觀眾 其實就是站著圍著那邊圍觀 OK 好那麼那個時候演出的基本上 就是所謂的木堅劇跟這個鬧劇為主 都是很短的 短片 好那麼短片呢 那再加上劇團 當然他自己如果獨立去搭這個舞台的話 好 那麼他的這個資本會比較高 所以為了要降低成本 他們常常跟這一咖合作 這個是誰 什麼樣的身份 他不是單純商人 他是一個賣藥郎中 就是那種賣什麼狗皮膏藥 還有什麼百病都治的那個藥 就一罐藥水什麼都治的那種 好 所以等於是他細演一演 然後中間他要換場景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看那個賣藥的就來了 跟你推銷藥 後面準備好了 要下一場準備演出 他就退到一邊去 OK 那麼所以呢 搭這一個琳達舞台的這個資本呢 他們就等於是成本可以分攤 OK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privilege accommodation